哈喽大家,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想跟大家来录空瓶 我就按照日常的护肤顺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来说的是卸妆 第一个就是La Perry家的卸妆膏 这款卸妆膏的单价并不便宜 但是它的量比较大 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细腻并且温和 有一定养肤功效的卸妆产品 像我今天全妆用了防水的眼线啊 睫毛膏啊,你用一瓶完全可以搞定 不需要额外的眼唇卸 并且在卸妆之后皮肤有一个滋润的感觉 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在使用乳化的时候 它并不是像其他的卸妆膏或卸妆油 一秒乳化完全 它是在你乳化水冲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丢丢的油润感 但并不油腻 我觉得你如果日常只是涂一个防晒 没必要买这种 如果你是日常就是经常需要化妆 或者是你不定期化妆 把它当作一个全妆的一个卸妆产品 是非常好的 好,下面这一款是香奈尔家的 奢华精脆卸妆凝胶 你推开它的同时呢 它就是从褶鱼状换化成油状 然后当你乳化之后呢 一秒就可以冲洗干净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不喜欢油润类型的 你可以选择这一种 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日常 每天只是打个底 防晒啊,半妆啊,气垫这种 如果你每天就是防水眼线胶比啊 什么防水阶面膏这种 我觉得就不太推荐 这款是多分的泡沫截面 我这款是蓝色滋润保湿款 我觉得它是我用过 所有的泡沫截面当中最细腻的 其他的泡沫截面 它如果泡沫很细的话 有的呢,它是冲洗的干净了 但是它的泡沫又很细 所以我觉得这款是处于 中上等的泡沫截面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虽然它是空瓶,我空了两瓶 物质应该空了有三到四瓶 所以就是喜爱程度加一百 这款是Evidence家的The Special Mask 这款面膜它是属于修护,腹纹,镇定 和清洁的一个四合一的面膜 我自己使用下来 首先它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并且很清爽 上脸有一丢丢淡淡的薄荷的味道 不会说上脸 Sew就是一瞬间就是很清醒 并没有,它只是凉凉的让你的脸 觉得说有在镇静 如果今天你熬夜了 早上需要一个唤醒和一个修复的过程 所以你就可以使用它 然后你再去上妆对你的皮肤 就会非常的软嫩 那如果今天你是属于白天曝晒 晚上回家想说镇定一下 那你也可以用这款面膜 我自己用下来非常的喜欢 它的单价我觉得是属于中等 偏上一点点吧 它的用量比较快一点 开盖六个月就要用完 这瓶是雅士兰黛原生液 这款精华水 我自己使用下来觉得它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滋润 对你屏障进行一个修护 有一丢丢的缩小毛孔的效果 这瓶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二瓶 400毫升的 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 我自己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用化妆棉沾取 然后对全脸进行一个擦拭 相当于一个二次清洁和精华水渗透的一个功效 它确实使用之后你的皮肤会觉得很滋润很保水 但是不会粘腻 并且它真的有一个缩小毛孔的效果在 我最近脸上的毛孔就是还挺明显的 我之前都没有觉得 也许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但是我之前觉得说 好像毛孔很少看得到 现在就是你如果赶上我先早起洗脸之前照个镜 你就会觉得有点小毛孔 就是这种 所以我考虑接着会回购 但是确实有很多新的产品出来都想试用看看 下一款精华水呢 是我日常必备 几乎每一年都会不停的回购的 它就是兰麦尔家的精脆水 兰麦尔家就是 大家考试试肯定都不陌生 就是我每一年不停的都会回购 就家里家中常备的那种 那这款精脆水我使用下来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之前用的那几瓶老包装的精脆水 我觉得效果好 之前的精脆水就刚开始你脸用上的时候很干 会有一点点小刺痛 但是用几天下来 它就会把你的刺痛修护 然后就保湿非常的强 但我这一瓶一整瓶用下来 脸上的保湿也没有完全的被修护 就我其他都没有改变 只是这个水变了而已 就是皮肤的修护的效果都没有之前的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换了配方不是很适合我 那也可能是我的肤质太干了 就是已经一瓶这种小水有点改善不了 但是我自己现在用下 我觉得它的质地和它的使用感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说它的滋润度好像下降了 这个有待观察吧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也是一瓶好的精华水 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姑娘 然后想尝试一下朗妹尔家的产品 我觉得你就可以买一个它的精华水 加上一个它的面霜 二合一就可以搞定 我自己是精华水 经典面霜 然后浓缩精华三合一 有的时候是用精华油看情况和看季节 但是我觉得这三合一吧 就是可以从年轻用到老 因为它的修护精华也有一丢丢的抗老的效果 然后其实你的皮肤只要保湿做好了 清洁和保湿这两个最重要的 其实皮肤不会差到哪里去 好下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精华 首先第一个就是朗妹尔家的保湿精华 这款精华我一般就是用在小样啊中药啊 或者是这种套组里面 给我我就会用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购买 它的保湿力一到十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在六当中没有很强 所以同类型的保湿产品 可能价钱更便宜一些 或者是同样价钱 别人的保湿力可能更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不太会回购这种 给我还是会用的 这款是香奈尔家的茉莉花精油 如果大家有看我2022年的年度爱用 就知道我去年非常喜欢香奈尔家的夜间精华油 它让我对香奈尔家的护肤品 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 那我今年就回购了茉莉花精油 那这两款油对比使用下来 我觉得这款油更加的轻薄 比较适合春夏使用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或者是混油性肌肤 想考虑油的话 你可以考虑它 它非常的轻薄 上脸很像是水油 偏水一点的那种感觉 虽然它是油啊 但是它太轻薄了 我觉得像是我中性敏感肌 在春夏使用 还OK 但是如果你要是秋冬 现在这种季节 我用下来就会觉得它的滋润度非常的不够 那再来说它的提亮 我个人是没有感受到什么提亮的效果 当然一瓶油你也不能对它有抬高的要求 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面部刮痧 或者是油敷的一个油来使用 就是很清爽会油腻 但是它又有一个滋润和顺滑的效果 下面这款是11Skin的抗污染精华 那这款精华我自己用下来对它的血癌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它是属于那种褶梨状 但是上脸一瞬间就化成了水 主打的是有抗蓝光抗污染 还有多态和植物的提取 对你脸有一点点的小抗老 我自己用下来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简单很基础的 类似于抗氧精华的那种效果 然后脸有一丢丢的干净和提亮的效果 但是它这瓶太小了 所以使用下来非常的快 这瓶有一个不太好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液体和它的这个包装的设计 它挤挤挤挤挤 就不太能挤得上来 到最后你就需要这样倒 虽然我这里还有一丢丢 所以就实在挤不下来了 所以就有点浪费了 我这款是因为打折时候买的 想尝试 好用 但是不会回购了 主要是包装太累了 下面这款是大名鼎鼎的 La Perifan重力精华 这款精华是我产后一直在使用的 我自己觉得说 La Perifan重力精华主打的就是会对皮肤有一个剥脱的效果 然后再对你进行提拉和紧致 提拉紧致它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敏感肌 或者是如果你是干性肌肤 过去的保湿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强 像我自己用下来 我就会觉得脸颊这两边非常的干 所以我就很害怕 就是怕过敏啊 或怎么样 我整体用下来没有过敏 但是它剥脱的效果太强了 可能剥脱的同时会对你脸有一个提拉的紧致 确实会让你的脸就说 好像皮肤紧蹦蹦 La Perifan重力精华油 这款由看我视频的姑娘们都知道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差不多是我连续两年的年度爱用 然后呢 我每一年会在有折扣的时候买一瓶 那一瓶用一整年 它含有湿黄醇的成分 所以它只需要每天晚上使用 你可以跟你的精华 或者是你的任何面霜去混搭 只需要一到两滴 就可以达到完美的一个效果 像我自己诉求 就是保湿滋润和抗老 所以我觉得它就正好是 踩在我抗老的那个功效上 整体用下来 它的紧致提拉的效果非常的好 它的提拉和紧致 并不是那种缺水的紧绷绷 不是 它是真让你脸会有一个很紧致 就是包括你的下颌线 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你要想说 我的脖子减少一些皱纹 就是用它也非常好 就是真的非常的推荐 它虽然单价很高吧 但其实一年买一瓶 我觉得也很好 它会让你的肤质的肤感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 如果你是有抗老需求 或者想尝试一些抗老产品 又需要有一些谨慎的 或者是你想尝试A唇 这种成分的 然后你就说我敏感激 我怕有一些刺激 你都可以尝试它 它是Lamare家 新出的一款清爽乳 我觉得说它很像一个精华乳的一个质地 就是你涂它之后 需要叠擦面霜 或者是添加一些面油 它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妆前 就是长这样 你看着很水润对不对 但是它这种水润呢 就是又很快速 但是上脸之后 当它吸收了 你就会觉得脸上涂了吗 水吗 润吗 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 下面的这个是Lamare家的面乳 乳液之地 自己用下来觉得它很清爽 然后也很保湿 也有一定的修护 如果要是夏天 你很害怕油腻 或者是你是油性肌肤 想尝试Lamare家的产品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对滋润度 有很高的要求 我觉得不太推荐 我最推荐的就是油性肌肤 夏天使用 因为它会有一个哑光的效果在 那这款面乳它有两个版本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 测试一下 那款更适合自己 下面来说的是Lamare的经典面霜 那我今年用完了 75毫升 我每年真的就是一直回购 我相信差不多就是每次都会买一个60毫升放那边 那如果想尝试其他的面霜呢 我会接着用 用回来我觉得不好 我就赶紧用Lamare面霜补上 或者是我现在面霜断档了 现在还没到就了已经完 那我就赶紧就用Lamare接上 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它就是修复保湿滋润 上脸就是保水度和滋润度都非常的强 干性混干敏感秋冬 我觉得其实春夏用也很好 我觉得它真的适合任何的肤质和任何的年龄 就是当然你需要乳化 或者是需要跟它一些其他的精华油混一混 我自己觉得说如果你不想Lamare的面霜混 Lamare的修护精华或者是Lamare的油 你可以买一个相对于平价大碗一点的油混 Lamare的面霜 其实效果也都是很好的 它就是让你的皮肤的保湿度提升很大 并且对你的皮肤屏障有一个很强的修护 我前几年就之前皮肤敏感非常的严重 就是每一年到换季 我说的换季不只是春秋 什么秋冬啊春夏 这种全部换季我都会皮肤敏感 夏天的时候会更严重 就我曾经对那种湿气敏感 然后对肝脏也敏感 但自从用之后 就是我的屏障感觉修护的已经很好了 只要不乱去折腾它的话 它一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Lamare 就是属于安心必备 Revile家的一个明蒙眼霜 大家知道我曾经非常不喜欢Revile家的产品 因为觉得它的味道啊功效好像都没有 但自从用了这个眼霜 我就开始对这个牌子有重新的好感 小韵斗是形容它的吗 我自己觉得它可以值得这个称呼 就是它对你的眼部的肌肤 有一个平滑和滋润的效果 它就是当你眼睛有一些小纹路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它 它就可以相当于把那边点平 然后很滋润 并且它对你的黑眼圈有一丢丢的效果 但是不是很明显 其实黑眼圈这东西还是主要靠睡觉和血循环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眼角有纹路 你可以考虑用它 但如果你是眼下的那种细小的那种眼门的话 我觉得它的效果可能没有这么强 但是对你眼尾的纹路会非常的好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会够 这两款眼霜是雅士兰黛的白金眼霜 这两款眼霜呢 我个人更推荐普通版本 RICH版本虽然它更加的偏向胶体 而且感觉上是更加的滋润 但是我觉得普通版本的滋润度大于RICH版本 这两款我都非常喜欢 它的腐纹效果和滋润效果 以及上眼的触感是更好一些的 就很顺滑很平滑 但它使用量会相对于有一点点的快 如果大家想尝试二选一 我推荐Lite版本 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版本 Fedex来我家 拿完包裹了 接着来说 那下面来说的就是仿晒 第一款它就是Evidence家的一个防晒 如果说今天所有的空瓶当中 只能推荐一样产品 我绝对只推这个防晒 它是属于精华乳片 精华的质地非常的高级 就是味道使用感和它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它上脸成膜非常的坏 而且非常的丝滑 让你感受不到你在涂防晒 就很像在涂一款精华的那种效果 就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除了白天防晒加抗氧的效果 晚上洗完脸之后 你都觉得说我的皮肤还挺好的 就是它会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干净清透的一个效果 防晒效果也非常的好 我刚刚是有一个窗户 就前右边这边有一个窗户 后面还有一个窗户 然后右边那窗户呢 就是太阳就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 我就感觉我这两边 就这边脸啊都要长斑了 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就是每次上班都会涂这一款 然后好像就觉得说 黑色素是不是被打败了 就是自己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当我用其他防晒我就觉得 哦好像没被打败 就是类似会有这种感觉 它的单价不便宜 然后它开盖六个月 并且它是属于那种精华绒啊 就很稀 其实用量很快 但是效果真的很好 就是你用这个你就会觉得说 嗯我有带好好的护肤 认真地打理我的脸 就是大概是这种戴科的防晒 整体使用下来也还是不错 就是算是开价 它算是开价嘛 就是它这种防晒当中还算是可以 就成膜很快 味道就是防晒的味道 我觉得它里边有酒精含量 中等吧不能说很高 但是它是有那种很强的酒精的感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涂在睫毛上 然后呢你实际眨眼 睫毛可能就会跟你的眼睛有接触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流眼泪 它不会说辣眼睛辣得不行 但是它会让你的眼睛流眼泪 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 如果眼周非常敏感的姑娘 就需要考虑一下 但是它算是一个平价的防晒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是不是不太买日系谈品了 可惜我受人砸了一堆日系产品了 咋办呢 好吧 这Burido家的一个润唇膏 这款它是含有一丢丢的薄荷的味道 整体使用下来呢 滋润度一到十的话 我觉得它只有四 但它比较适合白天你外出鞋带 或者是妆前 因为它上嘴上没有那种油润油润的感觉 它是很哑光的那种质地 然后你再叠擦自己的口红 所以就是很适合 我觉得当做一个妆前的润唇膏是比较足够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今天嘴特别干 晚上需要它涂完之后一夜修护 那它达不到 就是只能不停地涂不停地涂不停地涂 所以就对 中规中矩吧 可能会回购其他口味 看啥味道的 下一个就是蓝面加的润唇膏 我陆陆续续回购了很多个 用了很多其他产品之后发现 我还是最喜欢蓝面 它是从味道质感和功效上都最强的 它的味道就那种淡淡的薄和巧克力的味道 很香 然后存在感很低 不像有的润唇膏它很滋润 但你上嘴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膏体好厚重 那有的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它轻薄 轻薄但是它没有什么滋润度 就不管你唇周多么的严重 然后你就晚上睡觉之前涂一下 它一夜之间就完全给你修护了 而且不会说就是假修护 就修护了吗 洗完脸什么刷牙之后 你就发现好像嘴唇又很干 它不会 它修护是真的在修护 但是它现在担价太高了 我记得很早之前 它才四五十一罐 现在它要七十八还是八十 这么一个 虽然它很好用也很耐用 但是它真的太贵 除非它打折五十的时候 我打算就多囤腻血 刚刚换了块电池已经没电了 对就是我每次录视频 就是开头要说好半天 结尾中间还要NG很多次 然后再说得出来 就是毕竟不专业了 好 下面来说的是粉底 是CPB的精润冷霜 实话讲我非常喜欢这个粉底 虽然它的遮瑕没有很强 但是我每一次用 我周围的朋友们都会说 你看它皮肤多好 就是怎么怎么样 就是觉得说我有在认真保养 但其实不是 因为我都打了底儿嘛 你如果要是用其他的粉底液 或者是气垫 它就会有比较重的那种粉底感 但是它非常轻薄 就跟你的皮肤融合在一起 而且粉底我真的是用不完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边还剩了大概半罐吧 因为一瓶粉底液 其实你很难就把它用完 除非你每一天不停的化妆 我也没有每天化妆 我其实就是拍视频 或者是跟朋友吃饭 还得试看什么朋友 就像这款是汤福的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其实很久了 我也没用完 只用的那么小块 我之前给大家做过测评 我也挺喜欢这款粉底液 它是属于那种精华油类型的粉底液 就是很滋润 然后遮瑕力也很高 但是它贴肤也很好 但是它上脸就还是会让你觉得说 你化妆了 这款是Lateri家的粉饼面长 这个样子 你看已经有点凹陷了 但是实在是弄不完了 我这放包里很久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买来 放在包里当做一个补妆的粉饼 或者是你比较着急 然后想赶紧出门就赶紧 就用这款就没问题 它这个开盖可以用24个月 所以你可以在包里放两年 当做一个补妆 Lamare家的一个眼霜 那忘记讲了 那这款眼霜 我每次反正它这种 想象中央人不停地给 我都会用 我也买过正妆 好用 很清爽 很年轻的姑娘 或者是皮肤眼周很油的姑娘 可以考虑用它当做一个妆钱 像我现在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但给还是会用 第一个是Fanbrush家的四处喜业款 是专门为敏感型设计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香氛 我这好像是孕期 孕后期的时候使用的 用了也很久 洗的效果还可以 就是洗的干净 确实也没有很干涩 但是会回购吗 我不太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因为你要把它拔开 然后再挤出来 它不如那种按压被 你洗的时候 直接按压一下是什么事 下面的这个是Fanbrush家的滚珠 这款呢 就是给腋下止汗露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很温和 就是你孕期 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出汗 或者是你像普通日常夏天啊 容易出汗的都可以买这个 我自己因为现在天冷了嘛 也没有那么爱出汗 所以等到天热的时候会 明年夏天的时候 我应该会回购它 因为我像我们日常冷气房太冷了 就很难有出汗的 我也不怎么外出运动 但明年可能要带小朋友 就各种晒太阳 我也觉得说好吧 囤一下 下面来说是 姜老师的胸部护理 这两款就是我回购了很多次 也一直使用 这款是折衣质地的 然后是白天使用 那这款是乳液质地的 晚上使用 这两个 一个是对胸部有一个 提拉和紧致的一个效果 就是防止你胸部下垂 也防止你胸部萎缩的那种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较推荐 如果你孕期 就是你担心你的胸部 会有一些变化 或者是你 生完孩子有哺乳 但是你不能哺乳的时候 涂啊 就是你不哺乳的时候在涂 因为我没有母乳 所以我就是 一直都有在使用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效果 我自己觉得 当然这种 很多人就想 哎我自己觉得我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肯定觉得 你自己挺好的 对吧 就是我是觉得 我的胸对比怀孕的时候 有缩小 因为怀孕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提前那母乳准备 那胸胀的 就是很 很夸张 生完之后呢 就是 确实有回缩一些 但是并不是说缩到很小 只是说 回到我孕前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大胸 我小的时候 因为胸大 就是有很大的困扰 就很羡慕飞机场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是没有这么羡慕飞机场 但是我也没有 就喜欢胸 很大的那种 就是我小的 相对小一点 我觉得穿衣服更显瘦一点 因为胸一大就显得胖 比如是兰娜尔家的身体乳 我这款身体乳 里面还藏了一款身体油 因为它那个油呢 就是 我把它剪了 因为这个油呢 很难挤出来 就是差不多用了 三分之一就很难挤出来 我就实在着急 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把它剪了 开始用 然后对 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起 那我就一块说 那兰娜尔的身体乳和身体油 是我非常大推给孕妈们 如果你们怀孕之后 想找一款非常有效的 烫妊娠纹的乳 油和身体乳 我就非常推荐它 我自己用下来 确实没有长什么纹路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效果就在它 当我孕后期 就是马上可能半个月 一两个星期要生的时候 就是疯狂涂 因为那两个星期 就是你的那个皮 就马上就要炸开了 再不生完了 就炸了 就那种感觉 就是用它完全可以修护得到 它这个身体乳有两个包装 一个是罐装的 还有一个袋装的 我之前都买袋装的 后来觉得还是罐中滑的 因为罐你可以无死角 所有的地儿都把它抠出来 但袋装就除非你剪掉再用 就也很麻烦 而且你手涂完了滑滑的 你再挤 就是很难挤得到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 但如果你只是好奇它的效果 你可以买个小袋的 先试试 它的油就是没话说 就如果你只买一种 因为你觉得买两个太贵了 那我推荐你买它那款 身体油 好用 非不必加的回春油 这款精油我非常喜欢 已经回购了 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在你洗发前 把它滴在你的头发上 就头皮上 进行一个按摩揉搓 就是像我们日常 像我 怀孕之后 加上坐月子 生孩子之后 就没有很常洗头发 因为也懒也想保头发 但是每次洗不完 洗两面三面 你头发都会有一种油的味道 就是很不香 后来我就开始用这个 洗之前滴上 它就对你油进行 对你的头皮进行一个 深度的清洁 加一个滋养和修复 让你头皮很健康 就是我的头皮已经很久都没有长那种 很痛的那种痘痘了 小朋友是要醒的 我老公再哄它 不过没关系 我之前看张晓慧说 就是头皮的皮肤和脸上的皮肤 是同一张皮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护它 这款也是Facebook B家的洗发水 我一般都会买Facebook B家的 这种差不多1000毫升的洗发水 然后用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而且它的成分都比较天然 那这个是每一天都可以使用的那一款 我觉得其实它的洗发水 因为成分都比较好 其实对头发的损伤并不大 我自从用了它们的洗发水之后 我很少去用护发乳 当然我知道护发乳是保护毛铃片的嘛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用也没有什么差 而且头发还是很顺 所以就是因人而异 看自己的情况 这个是Auribi家的洗发水 这款黑色的Signature系列 我买过最少两次吧 然后之前买的是那种按压笨 后来看它有这种补充的包装 我就买了补充的 因为我买了Simple Human 它那个放在浴室里面的那个东西嘛 这种补充包装就是更加的经济实惠 而且更环道一些 这一款是摩洛歌油 这款摩洛歌油我想大家肯定不陌生 在我的空瓶当中每一次应该都会有一瓶 好用 然后又很滋润 又很顺滑 而且味道很香很高级 它的用料也很天然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但我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东西用太久了 我就会腻 我就想赶紧换 这些就是我用的隐形眼镜的盒子 这两款 我因为怕自己忘了 还在后面写上了它的感觉 这款呢 它就是很轻薄很水润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在我的眼上 它总有一只眼睛是不舒服的 假如我同时拆两只 那总有一只眼睛不舒服 就会让我很纳闷 不知道是我眼睛的问题 还是它的做工的问题 反正这有两个 然后我应该不会回购 这款是颜值非常的高 我自己对这款的评价写的是 直径长显眼大 舒适度中上等 OK 就是它应该挺舒适的 然后也显眼睛挺大的 未来会回购 这两款一个深棕色 一个日常的自然黑色 我对它的review写的是 持续回购很多年 水润自然又持久 剩下的这些呢 都是化妆刷 然后这个化妆刷 首先来说第一个 它是Sigma的 然后这是腮红刷 就很多其他刷子 我也都在用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属于那种平价好用的刷 取粉啊刷啊 什么之类的都不错 但是现在我觉得 怎么讲呢 就别人推荐是别人推荐的 就适合你自己 它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是属于那种 比较贵的那种 artist的化妆刷 但是就很残缺 你看这个前面 没有这个皮了 这个是头掉了 就是你看它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好像 不是很耐用 它质感还可以 但是洗一洗就不行了 而且我也不是 洗得很勤那种 对吧 但是它挺贵的 我自己有几年 好像就还推很大 这是我买的一个 Mac的那种 眼影的亮片的那种 就是它效果很好 但是它不太适合 涂在眼下 涂眼下你会觉得 那个颗粒比较大 义务感会比较强 那你如果要是 涂在眼皮上 我觉得还好 它上面有点凉凉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酒精的成分 我是觉得它有点久了 所以我就不太用它 像这种液体 膏体用在眼周 或者是嘴周的东西 我都不太会用过气 刷子还差一点 但是它这毛真的很舒服 就是它的毛刷具 就是毛没问题 但是就是其他的 可能质量 稍微差一点 下面的空瓶呢 就比较私密 我就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内衣 然后这个内衣呢 它是内外的 这不是赞助啊 我是自己花钱买的 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非常喜欢 内外的这个宽带的内衣 因为它宽带的是超级无痕的 不管你是像我现在长厚 然后什么孕期 补入 就任何时期你用它 都非常的好 我觉得每次它打折的时候 你就去买它那个 bundle的那个set 就比较划算 因为你内衣 那个cooler一整套的 然后定期换就可 下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宝宝的用品 我觉得可能会有 人有需要 是小朋友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有在用的一个身体油 我知道他们这种是服处使用 我就把它当作一个身体油来使用 洗完澡就直接涂它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并且 当然小朋友的湿疹啊 口水疹啊 这种东西就是 很难去界定的一个产品有用 我自己目前用下来 觉得小朋友身上还可以 脸上也还不错吧 就是 嗯 很推荐 就是它滋润度很强 吸收很快 然后也不会对小朋友眼睛啊 或者是味道啊 什么有一些的 嗯 伤害 所以像小孩有的时候 他我给他涂完脸 他就开始给我揉啊弄啊 什么之类 就是他也没有哭 就是可能就还可以 我最开始帮他买的是洗衣液 洗衣粉 这种柔顺剂 什么几何一的那种 但是我最开始很讨厌这个味道 我老公也非常的不喜欢 后来我就逐渐使用 多了不知道是习惯了 还是就是换一些洗方法 因为洗衣液和柔顺剂 你都是放在那个洗衣机边上 我后来就把他们这两个 直接放在它那个 跟脏衣物放在一起 就一起洗 洗出来的味道会淡很多 然后有一点点的清香 就会把它比较浓的那种味道 盖过去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会比较容易接受 我后来柔顺剂又重新回购了 他的洗发呢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洗完的非常的干 会小朋友会脸上 就是村皮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然后但他洗身上的非常好 非常的温和 也没有任何的味道 就我们拿着一皮就洗头 又洗身上 然后小朋友就是 也不会迷眼睛的那种 我觉得很棒 然后他挤出来 就是泡泡也很绵密 我自己用它洗过 也很舒服 但是就是不太想给小朋友 用这种日系产品 所以我也不会回购 之前买这个是很多妈妈们推荐 小红书上推荐 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什么之类的 但我自己用下来 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用 我之前最开始 刚开始给他用的时候 我觉得身上有一种 隐约要起疹子 然后还没有起的那种 后来我就害怕了 不敢用了 然后就赶紧就给他 换成其他的 但是我后来把这个 当做自己的一个护手霜 来用放他的那个 尿袋里面 我觉得还挺好用 我觉得小朋友这种东西 就是你要去自己试 就是方法可能一大堆 产品也一大堆 就哪个是最适合你自己家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 就不能人家说什么事 我现在是这么觉得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看人家说这个 但我老公就是那种很坚定 觉得说人家说 就是人家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我很难做到 但是我现在逐渐逐渐在改变吧 就是可能最初大 觉得说他们说的关我屁事 就是之前人家说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关他屁事 就这三句话 你就可以安慰自己很多 对 今天是一个超长的空评 也是我断更以来的续更 我的Vlog真的就是从三月开始拍 拍了很久 然后就现在都已经十月了 你说再放三月的Vlog 是不是有点夸张吗 如果你们想看就告诉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那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也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留言或私信告诉我 那就让我们今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